小姐 找到凶手是谁了吗 我问了这里所有的宫女 都没有线索 现在这件衣服 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小姐先喝点茶吧 这次我真的逃不过去了 小姐 小姐 怎么办 李卫央 三日期限已到 你可查出真凶 我 圣上口谕 将李卫央拿下严加审讯 待查出幕后主使 便已谋害皇室之罪 除以急刑 父皇 请将此案交与儿臣处理 儿臣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查出谋害母后的主使 陛下 南安王与羔羊王求见 推下 是 父皇 他们来定是为了李卫央 他们二人如此袒护李卫央 不知有何举行 还望父皇明察 朕一言九鼎 谁也别想为李卫央求情 陛下 宗爱 怎么样 把李卫央收押了吗 这 有话就说 陛下 李卫央说他已找到真凶 请陛下移驾换一决 父皇 李卫央这个人一向诡计多端 父皇不可清醒他的话 还是将李卫央收押 立刻审讯为好 是不是诡计 去看看就知道 父皇 父皇 拜见皇爷爷 如果是为了李卫央 那就跟着来吧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恭迎陛下 平身 谢陛下 李卫央 你说你已经找到凶手 凶手到底是谁 凶手就在他们中间 在我们中间 在过这什么呀 李卫央 少为了脱罪 血口喷人哪 皇上在这儿 我怎么敢呢 今天你劳师动众 如果找不出真凶的话 罪家一等 你可听明白 是的 陛下 奴婢向中常侍大人 求来了这件政务 经过反复的查验 在这件衣服里面 查到了蛛丝马迹 什么蛛丝马迹 殿下先不用着急 带我慢慢到来 不过 在解释这件事情之前 我想 先查一下大家的手 把手伸出来 姑姑 还有你 我也是嫌疑人 在幻仪局的每一个人 都有嫌疑 当然 包括我在哪里 是你 林梁师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的手就是证据 我指甲上没有裂痕 我指甲上没有裂痕 姑姑 怎么知道 我是要检查指甲上的裂痕呢 我只不过是要大家伸出手来 可什么都没有说过 我 我猜测而已 猜测吗 姑姑猜测到 我要检查大家的支甲 所以提前一把支甲 给修理好了 姑姑这么神迹妙算 看来不适合当宫女 而应该去做神算子才对啊 到底怎么回事 回禀殿下 事情是这样的 昨日 我故意让中常侍大人 去把这件衣服 特地送了过来 大人怎么来了 李维央说 他查案需要这件证物 所以皇上 就让咱家 把这件衣服送过来了 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引起凶手的注意 让他恐慌 让他紧张 凶手一定会很想知道 我要来这件衣服的用意 所以 我就和白纸 上演了一出戏 嗯 白纸你看 这有拉丝 还有划痕 是啊 不对啊 这些贵人们的衣服 我们都是小心又小心的 生怕惹什么麻烦 怎么会有拉丝呢 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 定然是小心翼翼 可是凶手就不一样了 你说 他会不会 在放置毒针的时候 因为过于紧张 而滑到了衣服 却不自知呢 也就是说 凶手的支架一定有裂痕了 可光是裂痕 就能判断凶手是谁吗 我们换衣局的宫女 支架上有裂痕 那也是很正常的呀 不一样 每个人支架的软硬程度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造成的划痕 也是不一样的 阿清在叫我洗衣服的时候 我注意过他支架的裂痕 他支架的裂痕 跟我手上支架的裂痕 是不一样的 阿清手指上的支架形状 也跟我的不一样 来 你看 我们两个人的支架形状 和支架上的裂痕 就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有经验的五座来说呢 他会根据衣服上的划痕 来判断支架的软硬程度 还有支架裂痕的形状 真的 那太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凶手了 我明天就去回禀皇上 让皇上立刻派人过来 你猜到凶手一定会偷听 所谓做贼心虚 事关生死 凶手一定沉不住气 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打探 当然也会偷听 我和白纸之间的谈话 为了不让五座 在支架上查出端倪 他一定会有所防备 之前 我暗中查过 在中肠市大人送来衣服之前 所有人的手支架 都没有剪过 所以现在 谁剪了支架 谁就是偷听 我与白纸谈话的那个凶手 现在只有姑姑一个人剪了支架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不过恰好 在这个时候剪了支架 这样就证明我是凶手 未免太牵强了一点吧 我不服 对 这未免太过牵强了 丽未央 你分明是想推脱罪责 父皇 他分明是把我们当成傻子了 皇叔 你又何必心急 且听下去 结果自有圣上定论 殿下不用着急 我也知道 这个不够让人信服 因此我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你还有什么证据 其实 在这件衣服上 既没有任何的划痕 也没有任何的线索 所谓五座 可以通过衣服上的划痕 判得出支架的软衣 硬什么的 那些都是我故意胡揍 引凶手上当的 什么 胡揍 陛下 恕奴逼斗胆 这李未央 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难道还要我们在这儿 继续听他胡揍下去吗 虽然这个衣服上面 没有证据 但是 我发现了 这个毒药的布包上面有 这个 就是我当日搜出来的证据 细节可以透露很多秘密 所以当我在这件衣服上 毫无所获的时候 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布包 这个布包一定是凶手做的 所以 做这个布包的布料 和上面的绣线 就是线索 这个布料和绣线 有什么破绽吗 这个布料很普通 就是我们宫女的服饰 所剩下来的边角料 这个在我们换衣局 到处都是 本来是这样没错 可是之前 贵人送来的衣服太多 所以冯补的工作 就全部集中在 来阿卿的身上 这些边角料 也就都在阿卿那里 我这里是没有的 你们呢 没有 你们有没有 没有 不是我 不是我 一定还有其他人 也有这些边角料 来人哪 在 给我搜遍整个换衣局 是 陛下 这就是布料 这的确是做布包的布料 从哪里搜来的 回殿下 大部分 是从宫女阿卿的柜子里搜出来 还有一些 是从林良室的房中搜出来 我 我不过是拿了一些缝补衣服 这只是巧合 好 就算这是巧合好了 姑姑你看这个布包上面的丝线 你认得出吗 这种丝线叫绞纱线 叫一般的丝线要粗 但是它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只是有些贵重的衣物 需要它来修复滚边 而修复滚边较为复杂 姑姑从来都不放心我们来做 整个换衣局 只有林良室有这个绞纱线 这 这 姑姑该不会是想说 这也是巧合吧 说不定是有人偷了我的绞纱线呢 陛下 陛下 陛下我是冤枉的 我进宫那么多年 一直循规蹈矩的 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谋害皇后呢陛下 陛下我冤枉 请陛下为我做主 因为有人收买了你 对 见过父皇 父皇 事发之后 儿臣派人仔细调查了 换衣局所有宫女的出身来历 发现 林良室最近在老家 忽然多出很多产业 这是当地官俯罗座下的记录 父皇请过目 大胆刁奴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凭你的俸禄 怎么可能一时之间 多出这么多产业来 来人哪 在 把他压下去 是 不要查出幕后的主使 走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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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吧陛下 李维阳 朕应该夸你聪明伶俐呢 还是骂你刁钻狡猾呢 对待非常的人 就要用非常的手段 这可是陛下您教会我的 大胆 你怎么敢这样跟皇上说话 再过分的他都说过 这不算什么 李维阳 朕很好奇 你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当一个人 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时候 还有什么可怕的 李维阳接旨 即日起 你就是新任的粮食 掌管幻衣菊一切事物 太好了 别说朕不给你机会 多谢陛下 多谢陛下 起驾 恭送陛下 恭送陛下 李维阳 commands 尼热